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变成现在这样 沧海月感到十分痛心 怎么说 他和沧海熊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虽然他不喜欢沧海熊 可以前至少还觉得沧海熊这个人不错 温文尔雅 谦逊有理 没想到那些全都是假象 其本质是如此的卑劣不堪 走吧 我们也继续前进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相反 没有沧海熊那个小人在身边 我反倒是觉得更安全了 黑衣扬裕轻笑道 与沧海熊等人分道扬镳 他的心情仍旧很好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沧海熊很沉默 但却坚定不移地跟在黑衣扬裕的身后 他是早就决定要誓死跟随黑衣扬裕了的 无论黑衣扬裕做什么决定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 有道是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对沧海洋而言 黑衣扬裕就是他的伯乐 如果没有黑衣扬裕 他现在恐怕还在沧家默默无闻地修炼着伏范呢 只是到最后或许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黑衣扬裕并未去多想什么 是沧海熊等人主动要与他分开的 他们的生死都与他无关了 他也算看明白了 那些人都很排斥他 觉得他不是沧家的人 凭什么得到家族老祖的信任 这却就不是他辜负丹林圣地和精雷见地的托付了 沧海熊等人要针对他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反正要他忍气吞声是绝无可能的 行进了差不多半天时间 黑衣扬裕三人遭遇了第一波凶兽的袭击 这群凶兽来是凶凶 数量极多 且不乏强横的存在 单单是十阶便有不下五头 且有一头明显已经达到十阶巅峰 距离突破到十一阶都不远了 哪怕这些凶兽并未参悟到净 没有道指法则 只拥有单纯的一身蛮力 可如此强大的力量 却也是绝难应对的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手段都只有被碾压的份 怎么办? 看到如此多的凶兽 沧海越顿时慌乐甚 如此大规模的兽群 别说只有他们三个人 就算所有人联合在一起 怕也是难以对付的 沧海洋则是全神戒备 将战俘紧紧握在手中 已然是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唯有黑衣扬玉显的云淡风轻 目光凝视前方袭来的诸多凶兽 这些凶兽的速度极快 现在想逃显然是已经来不及了 吼一道道震天的寿候声 此起彼伏 震笼发溃 杀 带的凶兽群距离自己只有百丈的时候 黑衣扬玉出手了 他已经服下了一颗龙虎金丹 生生将实力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继而祭出了精雷剑递送给他的那柄小剑 毫无保留的他快速地将自身的剑翼注入到了小剑中 以自身剑翼引动小剑中封存的可怕剑翼 毫无疑问 这样催动小剑的话 所能引动的威能会大增 这应该是精雷剑帝所不曾想到的 原本精雷剑帝只是想送一件礼物给黑衣扬玉 算是对晚辈的关怀 在关键时刻也能够给予黑衣扬玉一些帮助 他所练世的小剑 即便是非剑修掌握 只要贯注进入魂力 也是能够引动不弱的威能的 而此刻 黑衣扬玉自身的剑翼催动小剑 所引动的威能就更加可怕了 且他此时因为服用了龙虎金丹 实力暴涨 催动小剑的效果更好 轰 绝世剑盲从小剑中爆发而出 斩裂空间 刹那间没入了凶兽群中 能所有的凶兽军是在这一击下爆碎开来 哪怕是那几头十阶的凶兽也不例外 小剑的威力竟是恐怖如死 看到这样的结果 沧海岳和沧海洋军是惊呆了 他们都已经做好死战的准备了 没曾想尽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黑衣杨玉收敛自身的气息将小剑收了回来 消耗了五分之一的力量 像这等层次的攻击应该还可以施展四次 查看了一下小剑的变化 黑衣杨玉心中已然是有数了 夫君刚才是怎么回事 回过神来后 沧海岳连开口问道 黑衣杨玉摊开手掌 显露出那柄小剑 笑着道全靠他了 这是什么 沧海岳眼中有着疑惑之色 这是惊雷剑帝老祖送给我的一件小礼物 还算不错 可以帮我们应对几次危机了 黑衣杨玉笑着解释道 闻言 沧海岳眼中展放出异异金光 惊喜道 没想到惊雷剑帝老祖对你这么好 居然送了这么珍贵的礼物 有了这柄小剑 再加上龙虎金丹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我们应该可以顺利地走出去的 不是应该 是一定能够走出去 要对我有信心 黑衣杨玉无比肯定道 此刻 那诸多凶兽的灵魂已经显化了出来 他没有迟疑 立刻出手收集 尽皆融入到试魂抹枪之中 这些受魂无疑是试魂抹枪最好的补品 精血亦是如此